你會嗎 我們再用第二個單元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加上各領印象 Can 可以當成會 或者是能 能 是一種能力 那會是我會不會 對不對 那能力是我現在能做或不能做 或是我可以做或不能做 能 不能 有這樣的意思 是一種能力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會 我們現在講會好不好 這邊是會 Can you swim 你會游泳嗎 Can you swim 那這個can 在這個地方當成助動詞一樣 can 的功能在這邊是當助動詞 那這是一般動詞 而且有can 後面的助動 這個can 是助動詞嘛 所以他這個後面他就是要用圓形 用圓形 Can he play soccer 有沒有 這是第三層稱啊 可是這是助動詞啊 對不對 助動詞 所以這邊play不能加X 要恢復圓形啊 Can he play soccer 他會踢足球嗎 這個sucker是足球 足球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以後你聽到的是football football也是足球 但他特別是講的是美式足球 那美式足球是怎麼樣 這是美式的足球 美式足球跟X格是不一樣的 美式足球他的球是橄欖形的 是橄欖形的 是橄欖形的 足球呢是圓形的 跟籃球一樣 比籃球小一點 所以這個football 特別指的是美式足球 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I can't play basketball 我不會 有沒有 我不會 現在講會 我不會 我不會打籃球 這是棒球 我不會打棒球 有沒有 我不會 這邊再強調一次喔 這邊這個can 都是在當助動詞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助動詞 也學到什麼了 我們助動詞有學到什麼 度嘛 對不對 大股 有沒有 度大股 還有咧 會 將怎麼樣 有沒有 跟這個can 跟這個can 我們現在這個1234 有沒有 還有過去式的d 覺得這幾個助動詞囉 請記起來 請記起來 好 好 那我現在把這邊操掉 讓它比較乾淨一點 好 我們現在看這邊 這邊講的是能力 有沒有 能力 I can't meet you 這邊是 我現在的 我不能見你 can't 不能 我現在不能見你 因為我在洗澡 我不能見你 或是我有傳染病 我不能見你 I can't meet you 或是我討厭你 不能見你 不能說 我不會見你 不是這樣子 I can't sleep 我睡不著 有沒有 I can't sleep 我想睡 可是我睡不著 有沒有 我不能睡覺 睡不著 Can you drink coffee 你可以喝咖啡嗎 有沒有 No I can't drink coffee 我 你能喝咖啡嗎 噢我不行 我有咖啡過 咖啡音過敏 我喝了就睡不著覺 有沒有 所以Can you drink coffee No I can't 好 再說一次 這邊這個can 是能力的意思 哈 那也是當助動詞 所以那後面的 有加了這個can cannot 或者是can 後面都要用圓形 都要用圓形 好 最後再聽你一次 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問人家會不會講 英語 問人家會不會講 中國話 問人家會不會講西班牙語 不能用can 那是很不禮貌的 因為他們認為 會 can是會 就是很厲害的意思 很熟悉 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我只會講 兩三句的英語 兩三句的日語 那我算會不會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問人家 會不會講 講不講英語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講英語嗎 比如說你到美國 你到歐洲去好了 歐洲 因為歐洲有的人到法國 那他們到部分的人 也是不會講英語 有沒有 那你要問路怎麼辦 你只會講中國話跟英語 那你是不是要找個人問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千萬不能講 Can you speak English 沒有理你啊 因為什麼 我只會兩句而已 我不敢跟你講話 但是如果說 Do you speak English 他們說 Yes yes a little bit 不會不會不會 我會說一些 可以可以我會說一些 這樣了解吧